台積電位於嘉義科學園區的先進封裝廠 今年五月動工之後 因為挖到疑似遺址只能局部施工 4號下午遺址文戶宣告清理完成 發掘區域移遭給台積電施工 不會影響到台積電一場 2025年第三季的裝機時程 大型機具一台接著一台進入園區進行開挖 工廠人員也忙著跟文史工作者討論挖掘進度 台積電嘉義廠今年五月動工不久 一場就挖到疑似遺址 當時依文資法規定先停工 並分為三個敏感區域進行搶救挖掘作業 經台積電與考古團隊調整施工順序 儘速挖掘清理 在9月23號辦理第一次分區移交線刊 專家學者同意第一敏感區 及第二敏感區東半部區域移交給台積電 4號下午再辦理第二次移交 移植文物清理完成 已經把所有的土地交給台積電 可以做繼續的蓋廠 一廠跟二廠大概在114年 它就會裝機完成 整個量產大概會落在117年 嘉義縣府文化觀光局指出 這一次搶救挖掘面積合計約4124平方公尺 出土遺物以神紋 陶容器破片為大宗 另有少量石刀 劍簇 數據 兒童及成年個體 墓葬等 遺物目前由考古團隊暫時保存 年代人代領親 此外台積電封測廠進度 文物已挖掘完畢 不影響台積電一廠 2025年第三季裝機時程 記者蔡崇武嘉義採訪報導